恭喜古萌利團隊 跟著大仁哥 一起來掌握台積電名牌股 星雲今天亮燈漲停了 政策概念大仁哥說 可以來看看東元 今天同樣是漲停所住 哇 台幣已經直扁轉身了 而且今天台股盤中 一度出現了11檔的千金股 大仁哥 接下來這個行情會怎麼發展呢 好 雖然盤勢震盪 但是標股滿天 操作策略 今天節目告訴你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7月25號星期二的 仁者無敵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瑜 趕緊歡迎面面俱到的大仁哥 摩爾頭顧 陳寬仁分析師 丹哥你好 對 好 大家好 節目一開始邀請所有的好朋友 趕快把大仁哥的Light 還有Telegram頻道給加起來咯 我們的Light ID是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那麼加入之後 記得要把我們這個2023年到2024年 上市規公司法人獲利 預估表給他下載回去 當然不是下載之後多麼大仁哥說 大仁哥說有最新的數據 最新的資訊他都會幫大家來做更新 所以記得要常常上大仁哥的Light ID跟Telegram頻道 SUNSUNE 看見 當然盤中有任何的這個盤序變化 或者是各股的輪動 甚至有最新的這個國際方面的這個發展 大仁哥都會透過Light ID跟Telegram頻道 第一時間跟大家來分享咯 好 那麼要恭喜我們的古魔力團隊啊 哇 真的是跟著大仁哥 一起來掌握台積電的名牌股 星雲今天是亮燈漲停了 而台積電今天不只照亮名牌股 也照亮自己耶 今天台積電可是上漲了快要2%喔 這次的概念大家最近很關心的就是那個中心電 有沒有官司纏身的中心電 大仁哥提醒大家觀察106塊有沒有守住 昨天守住了喔 今天大漲超過了半根停板 另外大仁哥說 也可以來看看東元今天亮燈鎖住 接下來這個行情會怎麼走 標股怎麼掌握 把時間交給大仁哥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你有看到今天大盤上漲165點收盤嗎 然後你有看到上個禮拜 全市場跟你喊空 什麼台積電 那個又要下修什麼什麼營收展望的嗎 法說變法會 對 然後你有發現說 全市場只有誰獨家給你這份資料 大仁哥 你有看到嗎 從2022年的7月14號開完法說 轉強向上 2022年的10月13號開完法說 整理完畢轉強向上 然後2023年的1月12號的時候 台積電這都是台積電 開完法說會之後 第三個在這邊啦 我就直接跟你快速講 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來 這裡是不是轉強向上 是不是轉強向上 這裡你在擔心什麼 因為我這樣講好了 有時候台積電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蠻辛苦 而且真的蠻老實的一家公司 因為畢竟它的先進製程 叫做是大家都搶著藥 只是它就真的就是這些大客戶 影響到它的接下來的趨勢的發展 所以你看到Apple如果稍微拉貨 緩一點點的話 台積電就說 大客戶可能就所謂的庫存調整還沒調完 它就講給你聽啊 只是它不能說是誰啊 可是呢 當AI這件事情橫空出世的時候 它又很無奈啊 因為到目前為止它只有6%的營收 你知道嗎 它的全部的營收裡面 只有6%在AI上面 那它就算有高成長 未來5年有近50%的年復合成長率 5年之後也是11%而已 所以這就是現在很辛苦的台積電 但是這也是現在在報名牌給你台積電 所以你有聽到我在講什麼了嗎 有 有 所以剛剛德宇不是說了嗎 這個這個 我今天沒有時間跟你講 你這張圖的話 你可以把它拿回去之後細細品味 因為我相信新聞媒體 不敢跟你講到這麼細 我跟你講COAS全部人都跟你喊了 但是唯一我告訴你的是 星雲明年就要賺10塊的EPS 那20倍本益比200塊誤為過吧 今天就200塊 所以這就是跟你說過的 然後我再跟你說過 ESIC IP的需求 它是遠遠大於AI的需求 所以你會看到說 接下來的很有可能 所謂的股王要換人 換誰呢 世新嗎 世新KY 很快你會看到他的股王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那但是呢 BUT呢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大盤之前 我跟你看一件事情 我這樣講好了 常常有很多人跟我說 啊 當然哥 我有看到那個什麼新聞媒體 跟我們說 有那種所謂的外資 很厲害的空投的分析師跟我們說 道瓊空投 S&P500空投 今年行情空投 然後呢 然後我就想說 這位是誰啊 我怎麼 你真的很認真 但是我真的沒有聽過他 那結果呢 剛剛德宇跟我說 那個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有一位分析師 就是大摩的 什麼什麼 超級空投分析師 就是去年 去年很神準的料準 那個美股暴跌 這位叫Wilson 不是排球 不是那個Wilson 是這個 這位也真的叫Wilson 叫做是Mike Wilson 他就說 我們認錯了 我不對啊 對 我不知道他去年很厲害 我也不知道他今年要認錯 我只知道 我們方向一直以來 都跟大家講 都是忠實的方向 務實的方向 也就是 你要好好把握現在目前 全市場 就是 我這樣講好了 那個絕望中誕生的行情 我很明確的告訴你 不會再回來 那現在這個行情 再走掉的是什麼 行情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你知道嗎 所以因為半信半疑中的成長 才有這麼多的機會 才有這麼多人 我這樣講難聽一點 搞不清楚狀況 搞不清楚明年的獲利 是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現在才開始 有這個利多 那明年會怎麼樣 有那個利多 明年會怎麼樣 所以現在才開始在猜明年 你知道嗎 像我說到的 今年的偽創的EPS 叫做是4塊錢 已經是全市場的共識了 對 那但是呢 明年到底是6塊還是8塊還是9塊 誰知道 沒有人知道啊 可是這個時間點的話 反而我告訴你 我們正在 正在去對明年的推估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的時候 才會帶來潛在的上漲的空間 那AI今天比較震盪 那我待會再跟大家做 比較細部的說明 但是我要回歸到 我們前面所說到的 跟大家提醒到的 也就是 當行情在半新半營中成長的時候 請你盯著這些指標股 報名牌 會報名牌給你的股票 對 來 什麼名牌 先給你看第一個 我有沒有直接開牌跟你說 我們團隊就是有幸運 對 然後呢 你今天早上9點52分 當然你沒有收到這個訊息 因為這就是我們團隊的會員的簡訊 早上9點52分的時候 我跟我們團隊說什麼 大漲8%即將挑戰漲停 30%輕鬆獲利達標 因為我們在做333 333獲利 但是因為333 我們不是30%就要獲利了結 而是我會看一下當下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就說了 台積電報名牌果然強 所以請我們團隊獲利虛報 這裡恭喜團隊獲利虛報 看清楚 然後繼續看下去 這是你剛剛看到12點漲停版的星雲 直接鎖到中場 對 好那我就沒有在 我就沒有在把那個尾盤 那個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 反正就是鎖住啦 一架到底鎖住啦 就是漲停版 就是212元 就是我跟你說到的 如果明年賺10塊 那200塊不為過 所以今天衝上去直接看200啊 恭喜漲停版啊 然後呢 就是 恭喜我們的團隊12點18分的時候 再收到我這則簡訊 亮燈漲停 掛牌新高 上檔無壓 那我就是恭喜我們團隊是獲利虛報的 那至於什麼時候要賣出 我就沒有在節目上面來跟大家做說明 因為畢竟 他就是屬於 會員的權益 跟法規的部分 所以來啊 再看台積電 當然今天好棒棒 總算那個上漲2%到569了 可是他你看那個前面那個頭部 這裡就是 就是比較麻煩需要去做客服的地方啦 那更何況是有那個688T的那些人 在這裡 那688T的那些人 在山頂上很冷你知道嗎 可是你為什麼要做台積電 對不對 不像星雲上檔無壓 對啊 這句話好美喔 這個真的是上檔無壓 你看我把縮小給你看 哪裡有壓力啊 他就創新高了呀 這邊叫做是 所有在車上的人 所有在星雲上面的人 全部都是賺錢的 都賺錢 沒有任何一個人賠錢 上面只有獲利了解賣壓 並沒有任何的解套賣壓 所以他可以這麼強勢 好美喔 對 然後他是不是也 如同我們最近跟大家提醒到的 最近的強勢股 就是看好 五日均線做 守住五日均線再上 守住五日均線再上 這種就是強勢股 這種就是值得你去好好去做琢磨 好好去做留意 當然我不能跟你說 叫你去買 因為他買不買 是你自己個人的這樣一個想法 你如果買到了 賺到了就恭喜你 可是在我節目裡面 我還是比較務實一點 中肯一點 用一些教學的方式 然後用一些比較屬於 策略教學分享的方式 來跟你做說明 所以你會看到今天星雲掌停板 然後呢 今天的萬潤 也是創下波段新高 掛牌新高 欸不對 他沒有 對不起 他沒有掛牌新高 波段新高 對 他是波段新高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兩檔比的話 我為什麼要買星雲 原因就是因為 他已經是上檔無壓的狀態 晴空萬里 對 但是萬潤的話 必須要克服前高壓力區 所以這個觀念 有跟大家說過 那我也跟你說過了 你如果有看我前幾天節目的話 在台積電開完法術會的隔天 星雲是不是跌了 是跌一塊半 是跌0.7 我那天說囉 啊 什麼星雲怎麼那麼拉慘 不是 不是 不是拉慘 他只是把短線課 把它洗掉 去聽我講的 你去聽清楚我在講什麼 我就跟你沒有 我沒有再跟你做短線 你要洗掉短線課再上 那不好意思 你被洗掉短線課 就是賺不到今天的漲停 這就是做波段的星雲 這就是因為台積電報名牌 而趨勢成長的星雲 這就是產能滿載 對 那個正在 就是台積電還在幫他找料 找產能你知道嗎 這我都講過了 幫他找原料讓他生產 我都講過了 那有沒有賺到 那你有沒有跟上 我只能繼續跟你說下去 來 繼續看下去 東元漲停板 東元的觀念是什麼 我告訴你 只有AI嗎 沒有 我從來沒有跟你說過 市場上面只有AI的這件事情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 政策加持 千金的保銳你看到了嗎 看到了 然後漲停的東元 你今天也看到了有沒有 重電的 然後 然後生計 然後重電 然後軍工你會看到輪一輪又要再上 然後這些相關個股的話 就是在所有的行情在輪動的過程之中 資金自然而然會去找到的方向嘛 好 所以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說 來來來 先切換到我的畫面 我另外再切幾張歌給你看 中興電 如果中興電因為這一次的利空 那他總算有說出來說 因為那個 他有用重訓的方式跟你說 沒有影響到接下來的政府的訂單 可是還是很蠻多人在問我這個問題 到底會不會影響 到底會不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那 如果你怕這些問題的話 你不要買 不要說又不要買 你就看中興電 在這邊去做打底就好了啊 當然我覺得這邊他是利空出境啦 就是你要守住那個106塊 這邊的最壞最壞的狀況 應該已經是過去了 因為畢竟他上半年的 那個是一次性的體裂損失 那下半年恢復成長 然後明年的話大幅的成長動能 這都是可以明確的 因為他在手訂單有300億啊 300多億的訂單 這都是可以算出來的耶 這都不會有影響的訂單耶 好 那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他今天110塊 在手訂單是300億 那我問你 15 1504的東元 你去Google一下 你去查一下 他有沒有拿到台電的標案 他有沒有在手訂單也是300億 可是他的股價只有59塊 對啊 為什麼股價只有中興電的一半 那我為什麼要拼 那個疊聲的中興電呢 我為什麼不來做東元呢 所以你看到的是什麼事情 你看到的就是今天的漲停的東元 碳我們恭喜我們團隊亮燈漲停 持股獲利虛報的東元 然後呢 這就是我跟你說過的 比價的觀念嘛 為什麼四星KY可以去挑戰那個力旺 因為明年的四星賺60塊啊 本益比只有40倍不到啊 可是明年的力旺叫做是87倍的本益比啊 然後呢獲利又不如四星啊 那為什麼四星要這麼委屈 果然超車了 對啊你看 是不是今天在創新高 當然今天的尾盤的AI的族群 稍微有點震盪壓回 今天收在平盤 可是他就是一個 一個觸及2300塊的四星 然後呢 信華也才2500 200塊10%就有了 你知道嗎 會不會這幾天就有機會 試著超車看看 繼續看下去 繼續看下去 然後呢你再看一下 創意也是一樣啊 今天收平盤啊 也2000啊 也2000啊 因為明年的創意是看40塊啊 明年的四星的話是看60塊啊 所以這就是個我跟你說過的啊 誰先掌握明年的獲利 誰就掌握到現在目前的行情的標股 獲利預估表 趕快下載帶回家 來來來來來 所以那個我的LINE 上面的獲利預估表 那記得記得幫我們把它 把我們收取回去 然後我再跟你說 我還沒有更新版本 到目前為止 還是6月16號的版本啊 可是我看到的 就是好多好多的獲利 都被提升了啊 因為我看到的現在狀況就是 真的大家都在漠黑啊 因為根本沒有人知道 AI的對明年的成長動能在哪裡 對 所以現在大家只能猜 所以現在大家只能推測說 如果你有AI 如果你有明年的成長動能 如果 我昨天不是給大家看過嗎 華碩的那個新的AI的伺服器 它拖出來 很大KEN的那一個 那個好幾顆風扇 然後呢 好幾顆那個NVIDIA回答的GPU 昨天節目去看一下 所以它為什麼可以漲停再漲停 然後呢 今天還是開高然後震盪 今天爆大量 400塊的這附近的位置 它就從300漲到400 三天四天就一張就賺10萬 那再來囉 好 那如果你偽創可以接回答的單 你如果廣達也可以接回答的單 華碩 你之前有華碩的NB 你也是可以NBPC 你有NVIDIA的版顯卡 那為什麼 那個技嘉之外 微星 股價那麼委屈 那麼便宜 根本沒跟上這波漲幅 然後呢 今天就漲停了 莫名其妙就漲停版你知道嗎 哪一天微星跟你說 它要出那個NVIDIA GPU的 伺服器 AI伺服器 不用特別意外 今天有人說 微星今天漲停 因為他們有那個什麼 跟卡普空合作電競的商品 誰在管理卡普空啊 那快打旋風卡普空 我們小時候真的在玩那個電動 那個Holyuken的那個嗎 但是它不是卡普空嘛 它就真的叫做是 有人在猜 它如果真的跟華碩一樣 出AI伺服器的狀況的話 明年怎麼樣 成長啊 因為它也可以做伺服器啊 對啊 沒有人說它不行啊 所以電子五個都可以 但是你還是要分辨一下 到底誰是真的誰是假的 我還是跟大家說清楚 講明白 所以這就是跟大家講到 這樣的觀念 所以如果當現在 目前的一個狀況叫做是 AI橫空出世 然後有很多的人都不知道 明年的成長動能在哪裡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現在的台股的大盤 就不會是低點 只會有這個現象發生 再給你看一次航行 6月16號的時候 有沒有爆大量 拉回 手穩 再創高 然後呢 你有沒有看到 17400點的時候 有沒有爆量 拉回 手穩 搞不好又再創高 原因就是因為到這邊為止 它沒有 真的我覺得這不叫做解套賣壓 它就真的叫做是一些 短線客的獲利了結賣壓 就像我剛剛前面說的心理一樣 所以當這些所謂的 獲利了結賣壓消化完畢的時候 我跟你說 那些法人 內資法人 我不是跟你說外資法人 我對外資其實還是蠻 有一點點感冒的 你看那個谷月涵在那邊 喊什麼東西的 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他到底喊多還喊空 我真的不知道 他好像也是變來變去 對呀 那另外的話 你剛剛不是看到一個外資 外資大摩分析師 他不是跟你道歉說 我們弄錯了嗎 Wilson說我錯了 Wilson 對好來 然後呢 然後你就發現說 內資才是真正主導 現在目前行情的這隻手 那這隻手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7月他們要認養 8月跟9月的時候他們要做帳 因為每一季他們都有績效壓力 我的朋友們他們的績效壓力 可重的 不小心就被換掉了你知道嗎 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那就會變成是這些 所謂的輪動的過程 就會在我們所說到的政策 趨勢 還有就是所謂的庫存條彎 那請你好好關注接下來的 聯發科的法說會 因為他即將要在禮拜五的時候 召開法說會 如果他能夠說出庫存條 調整到一個尾聲 到一個末端的話 那可能就會帶來下一個穩盤的效果 那今天我務實一點講 你看喔 晴晨昨天漲停板 今天跌4% 我有沒有叫你做追高的動作 沒有 而且一直提醒大家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叫你去做追高追價 因為你追高就是被扒 因為你追高就是被隔日沖倒出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跟著我們之前 送給大家在130塊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在這邊怎麼買 對 因為那叫做是拉回收穩買 或者那個叫做是 所謂的錯殺超跌賣 這就是我跟大家說到的 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行情在這麼震盪的過程之中 請你好好守住這兩個 跟大家講過的 這樣子一個重點的操作策略 因為你一不小心你就會遇到這個 創高又拉回的3%的微創 你一不小心就會遇到這個 就是那個常常上影線的廣達 你一不小心就會遇到這個 常常上影線的技嘉 可他們掛掉了沒 還沒啊 一個拉回到5日線 多少的資金等著要去買它 你知道嗎 不想得那個錯失恐懼症 對啊 這些把人們等著捧錢再來買 那我再跟你講一個概念 就是AI已經橫空出世了 接下來它就是擴散跟蔓延 只是肋骨輪動的速度會變得更快 那你就會發現說 好像誰一被點到明 然後就會漲上去 就像我跟大家說到的 6841的常加智能 這根黑K很恐怖 有沒有覺得很恐怖 爆量大黑K 但是你如果覺得很恐怖的話 不好意思你就是洗完之後再上 因為如果你追高 你就會被洗一根接近停板 可是它今天就是漲停在床高 或者這就是明達1 他錢高在124.5 然後今天的話就是整理之後 然後守住無日均勵再漲停 所以這種股票或者是說 因為AI而受惠掉的股票 會越來越多 可是在越來越多的過程之中 你能不能掌握 所以我還是要重申一句話 節目就是純粹教學 那節目就是跟大家講 現在目前的操作觀念 節目就是給你一些正確的方向的質疑 可是如果真的就是 所謂的操作的部分的話 不好意思我認為還是所謂的會員權益 所以你不要問我 不要問我中芯店135塊會不會來 我沒有要告訴你 你不要問我 那個什麼什麼 四星會不會看3千塊 我也不會告訴你 因為這件事情的話 都是會員權益 都是法規的一個限制 那但是如果你一樣的觀念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 那個咕嚕咕嚕的航海網會 會沉到哪裡的話 你如果想要跳船的話 我告訴你都還來得及 我就跟你說了 林投陽還在衝啊 亡羊補牢 有為玩意嘛 重點是要趕快行動啊 對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認同我們操作理念 需要我的協助的話 需要持股見證 需要太多幻牆 把下一檔AI把它找出來 把它飆上去的話 來用LINE的方式 然後用080的方式 跟著我們一起把333的翻倍計畫 一檔轉三層 三檔輕輕鬆鬆就可以翻一倍 把它達成啊 需要協助的話用LINE 用0800 來跟我們chatch 以上分享給大家 大人哥有說這個AI的應用範圍會越來越廣 但是個股輪動的節奏也會越來越快 想賺AI財 但是不知道從何下手嗎 080066 8085 080066 8085 我們免付費的專線電話 或者是加入大人哥的LINE 您可以掃描螢幕上的QR Code 或者是輸入我們的LINE ID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加入我們的333翻倍計畫 先做持股見解 再來太弱換牆 接著就是一檔個股 轉三成 三檔個股直接翻倍轉 邀請您一起來 也再一次謝謝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爾頭顧 陳坤仁分析師 謝謝大人哥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 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獲得最早最專業的韓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選個股分享 請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官方帳號 ID是小老鼠DAREN888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